本影片由美国肉类出口协会赞助播出 看大叔就是要看牛肉 就是要如何吃牛肉 今天我们请了一个更厉害的专家 比Alex更Alex 欢迎今天我们美国肉类出口协会的Alex 嗨 大家好 我是另外一位Alex 我在美国肉类出口协会服务哦 就是专业的Alex 找Alex来就是大家一定要谈牛肉 台湾人很爱吃牛肉 尤其是牛排 台湾人这么爱吃牛肉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记得我刚来这个行业的时候 大概每年台湾人只吃不到三公斤的牛肉 现在已经到七公斤了 所以台湾人真的蛮会吃牛肉的 之前我们吃的牛肉 大概跟我们的饮食文化会有关系 比如说牛肉面 就是用牛肋条啦 牛腱啦 可是慢慢后来 有些不同的饮食文化来台湾了 像西餐厅 烧肉店 火锅店 所以我们用的部位肉就越来越多元了 我们常听到的 飞利 乐盐 纽约克 这就常用在西餐厅嘛 有小排 煎小排 翼板热板键 还有一个比脸大牛排 所以慢慢都用在火锅店 烧烤店 我们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推新部位肉的原因 价格变高 没错 价格都变高了 那怎么办 我们会不会越来越吃不起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找一些新的部位肉 然后介绍给大家 新的部位 就是所谓的 alternative cuts 对 不同的部位 就像我们今年有做菲瑞 去年也有做拿可 这属于的新的部位 那这些跟CP值有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肉越来真的是越来越贵 CP值就是cost performance ratio 其实重点是在那个performers 有些人喜欢某个部位 有些人喜欢哪个部位 大家的喜好 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怎样把我们不常碰到的部位肉 菲瑞 拿可 用一些烹饪的手法 会用适当的分接方式 让它变得更好吃 这可以增加我们的CP值 我们就不用一直出很高的价钱 我们可以把这个涨价风险 分担在不同的部位肉上面 那我们就可以吃到CP值高的牛肉了 今天有什么样的预算 我们就吃什么样的肉 但是我们要了解更多肉的种类 对 所以说我们希望呢 能够借这个机会呢 能够把一些不同部位肉 引进来台湾 其实我们协会在台湾 推广这个牛肉的初衷 就是把好吃的东西 介绍给大家 好吃的东西 但是好吃的东西也要有CP值 所以说我们要把更多 不同的部位肉 能够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都能够用比较 合宜的价格 吃到好吃的牛肉 没错 今年我们就是要推 菲瑞牛肉 烧烤啊 这个 汤面啊 火锅 这些都是OK 讲到火锅 菲瑞牛肉片 可不可以做火锅 今天我们要来试一下 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Let's go 我们有两种火锅 火片切肉 大家看到这个 肌肉团比较多的 俗称的梅花肉 比连大牛排 梅花肉 火锅店最常见 对现在很普遍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呢 刚开始推的那个 菲瑞牛肉 All-Stay-Round Flat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点像 纽约克热眼的感觉 那个形状跟长度 另外我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梅花 它其实分成很多不同的鸡肉条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只有 好像一条吧 对 一条 一到两个 只有两个 它就是比较单纯一点 而且我们切得比较薄 其实口感其实是很好的 我们吃火锅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习惯上 就是把菜啊 什么 先放进去嘛 不是吗 可是我们的想法会是这样子 什么东西是最贵的 当然是肉 所以我们应该先品尝什么 肉 品尝肉还有一个 通常我们要切成火锅片呢 对 都会先把肉先动一下 才好切 有时候我们看到 那个肉拿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有点阴阴冷 对对 还卷卷的 这样不是最方直接下去啊 对 一放下去以后 结果变成什么颜色 焦黑焦黑 有点烧伤的感觉对不对 啊 我知道了 因为可怜的牛肉 被冻伤又被烫伤了 双重伤害 就像没有东方 防晒乳一样 我们要让它慢慢回温 冻的肉变成冷藏的状态的时候 没错 然后再放下去 它就会变得玉米玉白泡泡 然后又软嫩好吃 就像这样啦 你看大叔有follow你 因为这个是差不多半小时前 就先放在室温先回温 好 专家专家 那我们来试试看看吧 我来烫这个梅花好了 那我来烫这个菲瑞 好 菲瑞 这个烫肉呢 其实跟吃牛排很接近的 我们吃牛排通常最好吃就是 三分熟或五分熟 我们肉也是一样 就不要把它烫全熟 跟邻居一样 不用太熟 有点看这样子 有点粉红粉红的 粉红粉红就 对对对对 这样子 这样也是 对差不多差不多这样子 对 这样子就接近五分熟的熟度 好 这个是五分熟 那我这次想要烫得更深一点 好 刚刚有差不多是可能有八秒吧 这里五秒 其实这样子是很juicy 这样就很juicy OK 看得出来这个是差不多是 我觉得我这边可能有七分熟 这边可能是五分熟左右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要一个 一二三起锅 这样子是分几分熟 很好吃的熟度 像Rose Beef的颜色一样 哦 没错没错 还有像什么你知道吗 台南那种牛肉 它会好吃就是因为 没有烫熟 没有烫全熟 没有烫全熟 肉的细菌大部分都是在70度 就会被杀死了 而且细菌最主要是在肉的表面 其实我们这样子已经算是完全杀菌 肉本身是五菌的 对对对 要不要赶快来吃吃看 这个 你不会觉得这个是厚腿部位的肉 不会不会 不会 我觉得实际上有点像肋炎 诶 我先说我 明明不是因为 我要刻意推这个肉 不是吗 当然不是 是吗 我是打从内心说 这个是好吃的 Alex的真心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讲 可是一定要试试看看才知道 试试看才知道 最近有一些烧烤店火锅店 开始在推美国菲瑞 我觉得你如果说想要在家里自己试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 去吃吃看 喜欢的话就可以买回家吃 诶 我想吃一下这个粉嫩的 好 来来来 粉嫩的 来 菲瑞 这个也是菲瑞 刚刚也是菲瑞 哦 Rose beef Rose beef 更软的 Rose beef 美国这个切Rose beef sandwich 然后这样子咬下去也很好吃 对 后来梅花肉来做个比较 好 来 你看这块肉我的感觉 像刚刚我们看到它很多鸡肉团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口感里面 有些软的 有些是硬的 因为它毕竟是几个鸡肉组成的 所以说你咬的时候 鸡肉之间的一些筋膜 你会稍微咬得出来 没错 对我来讲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筋瘦度很高 我喜欢吃牛肉 但是又不喜欢吃太多的脂肪 那我觉得这个真是熟 结论就是 可以试一下菲瑞 口感不一样 台湾从很多国家进口牛肉 那从美国进口的牛肉 到底现在在台湾的市占率多少呢 我们现在在台湾市场在有预计大概46% 46%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觉得我们要向50%迈进 相信我们的观众大家对于 美国牛肉如何的等级分类非常清楚 但市面上还是有各式各样的美国牛肉品牌 可以请I.S.告诉我们一下 这些品牌到底是什么呢 OK 大家都知道美国牛肉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有一个基础就是 它是从一个等级分出来的 那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 Print或Choice 这些或Select 可是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 现在台湾市场 大家越吃得越好 好像已经没办法满足 台湾消费者的需求了 大家吃多了 对 懂了 对 懂了 所以你知道在美国 其实他们是吃牛肉为主的国家 那每人每年大概吃二十几或三十公斤的牛肉 对 所以他们对牛肉的层次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相对我们也觉得台湾已经跟上 美国消费者的脚步了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品牌牛肉出现 这些品牌它是怎么出现的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像这个图 Choice里面 它们还有分三个不同的等级 Choice里面最好的 最上面这个中量等级优化的选出来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品牌 我懂 就是类似说我们考八十几分 八十几分其实八十一分到八十九分都是 对 但是八十九分跟八十一分差蛮多的 对 我们把这个八十七分到八十九分 拉出来说你们是B plus 的意思就对了 就是这个概念 那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因为大家是牛肉嘛 是有不同的肉牛生产出来的 不同品种 对不同品种 就像这边 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牛种 出现在这个牛种 这个看它黑色的 对 对 很多不同的品种 里面有那个台湾黄牛吗 所以如果说我们刚刚讲的油花含量 如果再加上品种进来的时候 它两个加起来又会是变成不同的品牌 了解 所以以此延伸出来 然后就会有更多不同品牌 如果再往上延伸 牛种 牛种可能它考虑到基因 纯不纯 纯不纯的问题 第二个它的杏状 就是说它外观 它这是牛的 有没有驼峰啊等等的 像不像 第三个分切以后 它从第12跟 第13跟肋骨中间分开来 和它那个肉的含量 就是肉的面积 肉面积如果太小或太大 可能也不符合标准 或者它表面的脂肪含量 如果不一样的时候 或是比较多或比较少的时候 等级就会变得不一样 更续部的分级 所以又有不同的品牌出来了 那其实做这些东西的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得越好 把比较好吃的牛肉 介绍给全世界的消费者 知道自己吃什么最好 因为反正有不同的等级 我要做我的选择 花不了钱 对对对 今天带给大家 满满的美国牛肉知识 大家看不过瘾吧 没关系 我们还有下集 下集Alice要跟大家讲 更多美国牛肉知识 还有如何分辨组合肉 最重要的是 大叔要有一个很酷的 烹调美国牛肉方式 叫做 reverse stir fry 逆势热炒 那我们下集见 拜拜 Cheers